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是混色法 这个方法是把不同的颜色混在一起 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效果 第四是撒盐法 就是先涂一层颜色 然后在它上面撒盐 在上色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大量的水 在那个色块上面 然后再撒盐才会呈现它的纹路效果 你需要等它干了之后再把盐拿掉 通常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在画天空 第五呢是滴水法 先涂一层颜色 然后滴水 注意 需要在原来的颜色还没干的时候就滴进去了 我是用了比较深的青色滴在我的那个底色里 第六的是洗色法 也是一样 先涂一层颜色 然后再洗去一部分 我用T恤用来按压部分我觉得需要洗白的地方 这个方法通常是用来画云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六种不同的画法 你学会了吗?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希望你们帮我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一下 点赞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